以錯書第28章第16節 所以主要如此說 看我在石庵放一塊石頭 作為根基 是試驗過的石頭 是穩固根基 寶貴的防角石 信靠的人 必不著急 今天開始我們嘗試以這篇經文 和大家去理解 27的秘密的幾個迷 曾經說過為什麼在 以錯書第27、28章中說到驕傲 究竟驕傲 在聖經中所說的 究竟想隱藏些什麼 然後我們也說到另一個迷 為什麼會在這兩個地方 這兩張聖經講到關於葡萄樹 我們又理解了 在昨天我們理解了關於無花果樹 但另一個迷 也可以說另外兩個迷 我們會嘗試這幾天 跟大家慢慢分享 為什麼在這裏突然會彈出 我們剛才讀的這段經文 昨天真的好者裡一點 那裡一點 但是實際上很多人看這些經文就會水國阿輩 就算了 但如我所說的 當我們沒有辦法去理解這些經文的時候 或者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機能去理解這個機能的時候 其實是誘惑的 當然這個是源自來自我們 我們根本有時候 完全沒有心裝載 完全不會理會這些 這些聖經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 這類一點 那類一點 但是有一點愛想頂 才會讓你知道 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 就是 原來神將這些迷 去為我們解開的時候 其實是信仰上面最大的祝福 因為很多人 他們完全不能夠理解這些經文的情況下 還要跌落地 撿回沙沙 這些人的說話 就是我們已經花了整個月的時間去說 這些人說 他們會基礁的 他們會說 你這樣把這些知識指教是誰 竟然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正類一點 那類一點 是不是 你會看到那些人就是怎樣 就是跌落地 撿回沙沙 但是這些人你記住 如果能夠說出這些說話的人 千萬不要看他是正常人 這些不能夠理解聖經 又不能夠解得明白聖經 別人解得明白之後 他又去基礁人 記住你有生之年 都不要當這些是正常人 因為這些不是正常人 在神的眼中 是必死的惡人 如果我們看是正常人 當是正常人 那聽他們說話的話 那你都會被污染 在你的信仰當中 你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因為這些人 就好像以錯下書所說 他們已經是 和死亡納約 他們已經陰間結盟 而反過來 在我們的生命裏 我們要知道 就如我一開始已經說 神是用 這類一點 那類一點 專門伴到這些人 但是問題 另一方面 那些能夠找到 這類一點 那類一點的人 其實是被神 恩代不得止 他們會擁有 神所給的祝福 他們是神所栽培的葡萄樹 他們是神所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樹 雖然這些人未必說 很主動用攻擊別人的方法 去爭取別人的接受 他們不是很周圍 去爭取別人的誇要 誇獎 這種方法 用煽情的方法 去得到他們自己的 外大 但我想你知道 你要在你的人生當中 去懂得和珍惜 為什麼 因為神的話語 在神的眼中 極為寶貴 他是很小心地 保護這些的話語 你要看到 在主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 他都用傲秘的方法 去隱藏這些話語的真理 隱藏這些話語的能力 去好使 那些壞人 不能夠得到裡面的祝福 如果神是親自向 這些的先知 向這些神的伯人 去打開這些啟示的時候 我想讓你知道 這些人 是神刻意想祝福他們的 在我們的信仰過程當中 如果連這些都不懂得分 我們有生之年 都很難成為一個好的 伊莉莎 而我們也一生 永遠沒有辦法珍惜 或者找到我們人生的伊莉雅 為什麼今天講這一點呢 原因這一點 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 這一節經文的主題 主題就是 神在石鞍放了一塊石頭作為根基 是試驗過石頭 是穩固的根基 原來神在 他的家當中 他會放下各樣的寶物 他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神會放下 在他的殿當中 會放下這些柱子 放下這些防角石 但是神他所高納的 神所放下的這些領袖 都是神試驗過的 都是穩固的 而我們如果不懂得珍惜 我們不去留意 神在他自己家 所建立 和所栽培 的話 我們一生就會錯失了 不單止是神的計劃 我們錯失了這些 跟從神的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人生當中 其實 真的 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歷代歷世以來 亦不是每個人可以知道神的時代 旨意和計劃 因為很多人他只有一個想字 但他有生之年都沒有機會 他可以聽到 為什麼呢 因為 神要跟那個人溝通 神要祝福那個人 是要試驗過那個人 你會看到阿伯拉罕在神的面前 所受的試煉 我們會看到若白在神的面前 所受的試煉 沒錯 我們看到最後他會祝福人的 你知道神的旨意他們成為神 在聖經裡面所記載的一個偉人 但是問題 他們有沒有試煉過 他們有沒有試煉過 他們有試煉過 我們所知的主耶穌基督 他成為神的電的防角石的原因 不是隨手隨便找一個人去做的 是神試煉過的 如果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不懂得這個奧秘的話 我們有生之年 我們只能夠 在信仰上 隨而而安 我們永遠不懂得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分為 什麼叫寶貴 什麼叫世俗 我相信在我的信仰當中 最快讓我走捷徑 就是在我的信仰的過程當中 我排第一 當然要尊重神的話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讓我特別珍惜 在我有生之年 接觸過的神的守高者 這些人 我很容易分得到 他跟人有什麼不同 很容易分得到 不是他怎麼吹自己 又或者他們自己有多少的 張卡片 說自己是使徒先知 報道家 不是 我是看他在神的話語當中的啟示 這個是我排第一 去找的 而第二 我就按著他所擁有 神所給的尊榮 神和啟示 底下 他結的果子是多少 因為原因 我想讓你知道 當一個人完全沒有神的啟示 完全沒有這些神的高聲的話 他是比較容易謙卑的 他是容易比較有 聖經裡面所說的內涵 和性格 因為每一個普通人 明白嗎 他自己 又不是有什麼專長的話 他當然容易謙卑 但是如果當一個 神所用的伯人 擁有神的啟示 而他的謙卑 和內涵程度 亦比普通人高的話 這些就是神所試驗過 在神的殿當中的 一些 建立神的殿的石頭 因為你知道 主耶穌基督是這個防角石 但是我們成為這些活石 去被建立成為這個靈功的 所以原來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我想讓你知道 有一件事 就是 是不是 好像這些法律賽人 或者先知 可以賴神 神 哪有辦法 貼在這本聖經的時候 我們哪可能有機會 建立我們的信仰 但是神說不是 神一早在我們建立信仰之前 已經放下一個 試煉過 試驗過的 這個穩固石頭 去讓我們能夠有跡可塵 讓我們能夠去模仿 讓我們能夠一同去建立神的聖殿 在舊藥的時候有 在新藥的時候有 在每一個時代當中 在你的身邊都有 但是我們懂不懂得 我們找出神這些試煉過的 無論是主耶穌這個防角石 無論是神去試煉過這些活石 我們懂得跟你一起同心 去建立 神的家 以創書第28章 第16節 所以主耶穌說如此說 看下我在石岸放一塊石頭 作為根基是試煉過的石頭 是穩固根基 寶貴的防角石 信靠人必不著急 自願可以靠你 為我來救你 祝你 原路有你 玩手最易结伴侯 无限爱 溫定恋心 多可曾 去掉仇恨 原路有你 玩手 伤害地坟 前路终于 或许有灰暗 你必自然 照亮随灰暗 世情缘分 本是灵魂